第零二五一章 过往的终结 故事的现在 老师 我找到了一个孩子 他的天赋远在我之上 他还有很多朋友 有我见过罪人后的君 还有傲气的像是个侠客的大胡子 我觉得他们能真正意义上帝打破这个时代 真的哦 师父 可是 他死了 道人坐在土地上 一夜月华 第二日 已满头白发 在冤离去的时候 他见到了诸葛亮的弟子江伯约 满头白发 仿佛一瞬间散去了高渺道横的道人 轻声问道 伯约 你若安于蜀地 固守天险 应该足以在护持纪汉一带安稳 至少可得善终 能封侯败将 但是 你若继续北伐 最终恐怕天下难容 那美与清朗的青年将领低声道 愿成呈向魏靖之志 道人正正失神 仿佛看到了那嘴角有酒窝的少年道人 还有那微笑着清遥与善的谋士 看到他们回过头望向自己 竟然仿佛他这一脉 注定了前赴后继 奔向不可能实现的大怨 他笑出声来 却突地潸然泪下 独自一人离去 在那之后 再也没有人见到 这满头白发的道人 一直到最后 景耀六年 刘善投降 也不曾再见到这道人 而后大汉最后的大将军 江伯约战死 刘善在第二年迁往了洛阳 一直到晋国取代了曹魏 而后派人来属地 那年轻的近代官员 看着眼前老麦道人 不知为何 后者抚摸羽毛 却什么都没有说 官员忍不住询问道 那老先生你说说看 诸葛丞相能和现在谁人相比吗 老麦道人看着他 只是道 葛公在时 不觉其意 葛公末后 不见其比 青年官吏正主 就要继续开口询问 明明眼前这个道人 看上去比诸葛武侯年纪大 为什么还要用尊称 而那老麦道人已经离去 而这官吏 只好叹气一声 没有追问 随意将这一句话记录下来 他回到自己所居住的院落 那边却还有一位少女 腰间有混合着秦代古班纸 和昆仑玉的刘苏 这位名字叫做绝的少女 最近经常会来 拜访他这个将死之人 后来索性可以说是来照顾他 人是百年 可是这少女看上去 竟然和当初相见的时候 一模一样 渊已经能说是 当代道行最高的修士之一 当然知道 眼前少女的不同 冤坐在椅子上 少女让流风吹散炎热 又端来清水 老麦的道人仰着头望着远处 道 没有想到 我这一生 飘零孤苦 无论父母 师长 好友 还是弟子 皆已经逝去 最后陪着我的 却是绝你 少女喝了口水 轻声道 你的一生足够漫长 也足够精彩 老者笑道 你不是为了这个理由才下山的 你是昆仑天女吧 少女似乎给惊了一下 端着茶杯不说话 肩膀却抖了抖 像极了落雨受惊的吗 双目浑浊的道人自语道 是那位女子来让你问我 我究竟后不后悔吧 她应该让你问完我之后 就立刻回山 可是你已经陪了我快要十年时间了 天女爵双眸垂下 嗓音微低道 我只是觉得 那个问题对你太残酷了 老者大笑道 所以你于心不安 打算一直陪着我 到我也离开人世的时候 再问出这个问题吗 可嗨嗨 你就不怕我 终究不去回答你这个问题吗 绝摇头微笑道 不怕 道人大笑 却剧烈咳嗽起来 最后她看着天空 泥喃感慨此生 望向那少女的时候 伸手触碰到了那一枚大秦的班纸 旋即手掌微僵 在这一刹那 以这器物为契机 魏冤的意识反而复苏 和这一代天下真修的自己相会合 亦或者说 应该是在这三国末年的冤 在最后 逝去的此刻 终于得以记起来自己的记忆 只是这记忆是来自未来的 曾经在始皇帝时期发生的事情 此刻也发生了 冤 亦或者魏冤谋自微动 抬眸看到了那稚嫩的少女 看到自己此刻真实存在的流风 落叶 她突然记起来了 少女再不过数十年后 将会遭遇的一劫 魏冤看了看自己的手掌 伸出手 轻轻落笔虚空 一生真修 最后的道行 如同流光溢散炼艳 落在了少女身上的衣服上 化作了潜藏着的福禄 足以护持自身 万魔不侵 而这一件衣服似乎也变得别有特异之处 她是冤 也是魏冤 手掌轻轻落下 原本的银发失去了光泽 变成了暗淡的白色 而魏冤却突然记起来了 未来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那传说中排斥万物 妖魔不可以 近身的天女羽衣 在她去娶的时候 根本没有受到半点的阻碍 就那么轻而易举 被她拿在手里 她似有恍然 突地大笑出声 笑霸靠着那主意 你难道 你应该还是要问我那个问题吧 她回忆过往 无论是诸葛 还是张角 光芒都足够灿烂 她陪着他们一路走来 对抗灾荒和疫情 反抗如日中天的大汉 对抗残暴屠成的乱世 一路走来 从不曾放弃反抗 道人双目神光涣散 只是可惜一点 唯独可惜她自己太过于弱小 太过于普通 没能帮上忙 我只是云云众生 这一年是太史元年 司马炎篡位 立都洛阳 洛阳成中 一名少年听完故事 忍不住扼腕叹息道 太可惜了 禅书 大汉就这么结束了呀 那位冤道长结石昭烈帝 又教导武侯 她为什么最后消失了 刘尚回答道 因为 她其实不那么的厉害 不如我二叔那样勇武 也比不过相父族志多谋 但是啊 不厉害是一回事 有很多事情 都是从她开始的 如果没有她 上一个时代里 究竟是什么样子 也未可知 她只是一点火星 无论光芒还是温度 都比不过熊熊烈火 可是啊 那火焰一开始 是从她开始的 眼前这少年 和她算是相同的境遇 都在这洛阳城中为之 网上数 也算是有老刘家的血脉 这少年的父亲刘鲍 曾是曹梦德 所率的一族部将 她的母亲 是刘鲍来到中原 找到汉人女子所生 只是归于忽炎氏所养 而在这洛阳城中 旁人都看不起她 唯独同样流逝的刘善 还会和她说说话 而这一族少年 也喜欢听先前天下的争斗史 喜欢流逝炎汉的天下 她又忍不住问道 可是 炎汉真的结束了吗 刘善忍不住笑道 你我皆为智 还要做什么 那个时代的故事 早就结束了 那少年正是年少义气的时候 不喜欢眼前男人的藏桌模样 防守道 我却不信 若有机会 我必将重见炎汉 到时候啊 呃 我只是说 如果真的能做到 禅书 我把你也接过去 怎么样 刘善放声大笑 只顾取笑她道 此间乐 何思蜀 少年恼怒 并直指着天 道 那我这便启示 我只有我们不足的名字 但是我现在 想要向禅书你讨一个名字 哦 什么名字 渊 有一部分流逝血脉的少年昂首道 从今而后 我便是刘渊 今日启示 必效仿光武 重立汉室 人彼此影响 而这样细微的影响不断扩大 就是一个时代 或者下一个时代 但是人们无法扭转时代 无法改变时代 甚至于不知道 这个时代 最终会走向哪一个方向 只能顺应着时代的潮流 不断地往前亮亮呛呛地走 在属地的道人 终于缓缓闭上眼睛 是啊 我不过云云众生 可或许正因为我只是个普通人 一路而来的反抗 才有其价值 并不是英雄的抗争 而是一个没那么厉害的人的 一个普通人在命运和时代中 不断抗争不断失败的一生 面对不公黑暗 只要抗争 便足以波澜万丈 他喃喃自语 苍天不曾饶恕过我 我又何曾饶恕过他 后悔吗 不悔 第零二五二章 如昨 现代 太平道 动天伏地 魏冤盘坐在蒲团上很久之后 才缓缓睁开眼睛 一瞬间 有种老迈的气息 但是很快就消失不见 似乎是因为那一世的 他道行太高 又是死去的刹那 动明未来之事 而他又恰好在回忆过去 这一刹 竟然有睡了一觉 长梦后惊醒的感觉 沉默许久之后 魏冤叹了口气 抬手 手指轻轻点在虚空 自嘲道 还说要给我上香 哪天恐怕还得我去给你上香了 天刚三十六神通 第一法 卧旋造化 当然只是最为初级的运用 只能说会 却不能说懂 更谈不上掌握 但是仍旧逆转方才发生的一幕 崩碎化作鸡粉的羽扇重新汇聚 落于手中 魏冤定定 看着这崭新如衣的羽扇 没有说什么 将这羽扇收好 过往的经历 深藏于底 魏冤站起身来 看着这一个秘境 秘境里面很朴素 只有一座草卢木屋 一片药田 一片耕地 以前的太平道真修斗士 来这里修行 自耕自足 魏冤看着那眼熟得过分的草卢 眼角抽了抽 他刚刚进来的时候 看到这草卢 还有各代真修留下的 赞叹祖师节俭的帖子 还没什么感觉 只觉得是后世 哪一位太平道祖师 在这洞天福地里 开的修行道场 但是现在想想 为什么这草卢会在这儿 为什么宇善也在这里 这完全就是南洋时候的草卢啊 是他自己老了以后 把这草卢直接搬进来的 当时只是觉得 反正年岁不长 至少把这草卢留下 也好为后世的修士弟子们 做个表率 也没有多想什么 可是现在 魏冤嘴角抽了抽 看着各代修士留下的那些帖子石碑 大概意思是 卧槽祖师爷见草卢见得真好啊 卧槽祖师爷真节俭啊 祖师爷如何如何牛逼啊 想到到时候 要把那帮道士都带过来论道 尤其是张若素 其实已经知道他那一世的身份 到时候 那老道士看到这些东西 在看自己 魏冤觉得自己会恨不得以头抢地 撞死自己算了 这完全就是黑历史曝光大会 道人嘴角抽了抽 谁看到这些东西 贫道今天少不得灭口了 灭不了你们的 就灭了我的 要不要考虑换个时代生活 三十日之后 或者说 二十九天之后 天下道门各宗都要来和他论道 按照常理来说 是得 要在太平道所在的山门 总不能是太平道要开宗立派 重续香火 跑人间天师府龙虎山上去讲法吧 魏冤浮额沉思 现在大多名山有主 要让他现在找一座山出来 未免太苛刻了些 魏冤在这一瞬 想了很多个选择 都觉得有些不靠谱 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最简单的就是 跑去山海界 想办法弄一座山回来 但是沟通两界 需要消耗神力 之前把净土宗那些佛珠送去 都有些费力 想要搬一座山来 怕是要把它抽干 要么就只能构筑一处幻境之类的 以大俗即是大雅 不讲究那么多 单纯地论到讲法 无论如何 不能让他们来这里 再说 这地方太过狭小 也放不下现在那么多的道人 魏冤最后叹了口气 最后走到草炉里 定定看着里面的床铺 什么都没有说 许久后 环顾这几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一幅秀 重新设下了奇门六甲之阵 把这太平道的洞天福地保护起来 而后才出山离去 想了想 手机还在龙虎山老天师那儿 现在去取 似乎还有点尴尬 魏冤沉吟了几秒钟 决定过两天再去 或者 让老天师直接邮寄回来 自己则是迈步 往泉州那儿去 虽然说没有了导航 但是博物馆里头 还有一柄张道林的法剑 可以用这柄法剑作为标的点 朝着那边过去 就成了 踏前一步 玉峰往泉市奔走过去 可是才过去不到百里 魏冤腰间的卧虎腰牌突然名笑 这一次 居然主动示警 恰巧有一股灼惹炎气腾起 从北往南而去 恰巧路过魏冤的方向 而卧虎令给出的提示 极为剧烈且简洁 灾物 灾物 魏冤挑了挑眉 他哪能够让这道手的功勋飞走了 更何况 那一团火光炎气 他总看着有点眼熟 踏空欲风 趁着那东西 还没有飞到城市之前 就追了过去 远远地看到那 似乎是一只鸟 两只翅膀每一次煽动 就要留下一股 极为灼热的气浪 但是靠近了才看到 那根本不是鸟 而是一只狐狸 是一只长了翅膀的狐狸 浑身上下散发出极为浓郁的热力 飞行速度极快 身上还有几道俘虏 显然是遇到了盗门俘虏派的弟子 发生了冲突 但是那些俘虏正在以极快的速度燃进 魏冤认出了这东西是什么 皱了皱眉 伸手去抓 但是这狐狸却相当狡诈 两只翅膀一扇 几个闪身就避开了魏冤的手 魏冤手掌一晃 直接剁出一把雨扇 顺势一扇 一团风直接飞出去 四下盘旋 将那一只狐狸给兜住 没办法保持平衡 只能在原地打圈圈 散发出的热浪 也只是让风力更为急促 那狐狸发出急促的声音 也无济于事 魏冤慢悠悠地把扇子收好 他本来就急善欲风 回忆起过往记忆之后 对于法力的细微操控 更上一层楼 能够轻易做到 以风来限制敌人行动的事情 见到那只狐狸还要挣扎 魏冤伸出手去抓 狐狸张开嘴 打算来咬 魏冤毫不客气 往鼻子上不轻不重的一巴掌 然后才抓住了狐狸的后脖子 拎出来左右看了看 魏冤皱了皱眉 避避 这是在东山经中记录下来的凶兽 属于狐族分支 和当初是祥瑞的九尾狐族不一样 这种异兽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热浪 基本上去哪哪断水 成群结队出现 甚至于可能让河水断流 让草木枯萎 出现旱灾 当然 没吃 毕竟是狐狸 再说 自从弊方之后 连羽都对执掌火焰的凶兽没了胃口 这种凶兽普遍煮不熟烤不烂 只能生吃 肉还柴 让魏冤不解的是 这种东山经中的凶兽是怎么出现在这儿的 不过 既然老天师那边还养着一只本来记录于南山经的泪 鹰岛海岸边多出一头像柳座海神 微明宗山下还镇压着一条画蛇 这多出一头 必必来说 也不是什么问题 可能是当初遗留在人间的那种 魏冤守法娴熟地提起了这只异兽扒拉着 后者四只爪子疯狂地挠动 也完全没有办法碰到魏冤 反倒是给后者用巧劲一甩 直接双目茫然 四只下垂 魏某人瞥了一眼这晕眩的狐狸 撇了撇嘴 笑话 当年抓过的狐狸没有一百也有几十 你家祖宗指不定都被老夫抓过 你个小狐狸还在这儿献 屠山似的 没有一个怕过狐狸 想了想 这种指不定会造成巨大危害的异兽 魏冤还是决定先拎着 先客气有理地问一问张若素 看老道士愿不愿意再养一只狐狸 实在不行 就把这狐狸送到清秋国 交给女娇去处理 说起清秋国 之前的鱼头没能给女娇送去 魏冤也打算最近再去一趟清秋国 看望一下女娇 因为没有了手机 也没办法电子支付 再说 提着这样一只异兽 魏冤也没有办法搭乘高铁 只好自己受累拎着 避避回到了博物馆 才一进门 喝着快乐水的水鬼 就打了个寒颤 直接刷一下靠着墙壁 身子都贴住墙皮了 结结巴巴道 老大 你抓回来着什么 碧碧面露凶色 魏冤随手一震 面露凶色的 碧碧再度翻了白眼晕眩过去 一只狐狸 累 交给你了 按着它 魏冤 把碧碧扔给黑猫累 把后者吓了一跳 然后见到这一兽 完全没有反抗之力 就好奇地伸出爪子 扒拉着这只狐狸 动作逐渐大胆 魏冤舒展了下身子 一扫袖子 到袍袖口里 直接飞出一堆的点击 落在地上 以袖口容纳了这么多东西 这是地煞72便之一的 胡天运用 如果真的是专修这一道 能够在茶壶里 演化日月洞天 不过魏冤当年 一般是用来搬家的 和黄金丽氏法门 是常用的两种搭配 毕竟当年身子虚弱 又天下战乱 经常要搬家 魏冤把太平道点击 搬到了书桌上 扶了下那一把雨扇 倒是没有把雨扇收起 仍放入袖口 取了备用手机 这才推开门 走向对面的花店 却发现少女并不在 发了个消息询问 天女爵很快回答 我在阿鱼这里 冤你先进去做会儿吧 很快过来 原本关着的花店店门上散发一股清气 而后就主动打开 魏冤拉开门迈步走入 看着这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的花店 魏冤心底却又隐隐有些复杂 当年视觉照顾他那么长的时间 要不然那十年还不知道要怎么样 而因为两人关系已经彼此足够递进 魏冤也没有太过于拘束 坐在了待客的桌旁 少女似乎在出门前是在整理收拾东西 桌子上放着有昆仑时代的一些东西 大多是白玉 其中那一件所谓的天女雨衣也在其上 只是变化了形貌 原本当初的衣服就是绝混和法力所变化 自然也可以随着时代变化而变更样貌 魏冤下意识伸出手 须负在那叠好雨衣上空两尺 怀念当日经历 微叹一声 那雨衣之上 似有所感 终于浮现出层层浮露流光 如同兴芒月华 缓缓上浮 掠过道人指尖 脚步声响起 魏冤沉浸于过往 反应时候却已迟了 缓缓收回手掌 转过头去 门口这边是清雅的少女 门那边是一如道人打扮的魏冤 一者以门而立 一者长袖微转 这一次 是少女依靠门前 道人站在屋中 浮露仿佛月华如昨 第零二五三章 昆仑有样 是很遥远很遥远的过去了 敲门声后 是脚步声和枝哑的开门声 袖带沾染了墨香和草药香气的道人 已在门前 望向敲门的少女 阳光穿过叶片的缝隙 落在模样清雅的少女身上 远山 流水 微风 有山间流淌的薄雾 而雾气散去 晨曦灿烂地流过 或而化作了如同月色样的浮露流光 少女一如既往 道人眉宇安静 只是这一次 是少女倚着门口 看向那道人 透明的玻璃外面 是被阳光晒得暖洋洋的柏油露面 有骑着单车的少年们 追逐着奔过了 开始落下大片大片柔软落叶的斜坡 展开的校服 白色的衬衫 被风吹得哗啦哗啦的作响 时间仿佛被镶嵌入了温柔的虎泊里面 变得缓慢 偏女爵似乎花了很长一会儿 才回过神来 眨了眨眼睛 看着一身道人打扮的魏冤 又看了看被引动浮露的羽衣 又看了看魏冤 五秒钟后 大脑才开始重新转动 然后结结巴巴道 冤你 你也是修行道法的 是和我羽衣上的浮露共鸣了对吧 这是很久之前 我一个朋友留下的 他的道法很深 一 因为这件羽衣 还折损了些瘦数 我一直很抱歉 看来你现在道行 也不浅了 居然能够和他留下的浮露共鸣 魏冤嘴角抽了抽 他下意识打算 就这么顺势地借颇下驴 然后就当无事发生过 可是看着眼前 似乎有些手忙脚乱的觉 却突然觉得有趣 突然摇头笑出声来 心境反倒变得洒脱坦然 有些事情是有伪装的必要性 但是有些事情 其实没有必要继续伪装了 都已经被看到这一幕了 觉只是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总会明白的 道人笑声剑洒脱 他一只手背着背后 一只手手指轻轻点着桌子 道计劈散开 而后长发断开 变成以前的长短 语气平和道 苍天不曾饶恕过我 我又何曾饶恕过他 他道 魏冤从不后悔救你 天女爵思绪微顿 抬眸看着眼前一身道袍 却短发熟悉的人 闭了闭眼睛 深深吸了口气 试探性地道 冤道长 魏冤心里感觉有些古怪 回答道 是我 少女闭着眼睛 然后缓缓睁开 注视着魏冤 魏冤没有避开 心里面正想着 如何避免好友相见相认时候 一开始的尴尬气 然后 绝一字一顿 认真问道 所以 你一直都记得我 之前是故意装傻 魏冤 不是 这话风好像不对 绝一根手指 一根手指地数着 语气渐渐有些薄怒 所以 你一开始都认得我 最后还要 装着不认得我 还要再彼此介绍 所以 之后那些事情 你其实自己就懂 还要装着什么都不知道 来问我 所以 你也明明知道 我虽然喜欢薄地的菜色 但是以前薄地的菜色 和现在的菜是不一样的 之前却还故意要做辣 一字一顿 往前逼试 魏冤步步后退 满脸尴尬 额头渗出了 冷汗 但是这件事情 他确实是不对 或者说 三国时期的记忆 虽然是才恢复过来 但是对于决的认知 是从青秋国就开始了的 所以这口锅 他还是得背着 得背好 最后 他小心翼翼地问 决 你很生气 天女美语清丽 点头坦然道 生气 他深深吸了口气 闭着眼睛 道 不过 生气的事情已经说完了 少女睁开眼睛 徐徐吐出一口气 旋即抬眸展颜一笑 魏冤恍惚失神 记起曾经的少年道人 在那山峰前 看到少女时候的心情 仿佛一整座山街盛放 虽然已经很迟了 但是还是要说一句 少女道 冤 欢迎回来 魏冤神色温和下来 嗯 他道 我回来了 龙虎山上 张若素 看着眼前的一张张 回报回来的资料 以及照片 眉头紧紧皱起来 这是最近整个世界 发生的超凡事件 其中淮水改道 以及鹰岛的远古 向柳凶神之灾 只是世界上超凡事件里 最突出的 并不代表着 没有其他事件发生 现在整合这些资料 老道人看出了一些 特殊的东西 他看向旁边的手机 魏冤好不容易地 应付了觉得怒火 原本还觉得 会不会有些尴尬 但是后来转念一想 觉得寿命漫长 而他哪怕是 加上了三国那一世 也就一百岁出头的年纪 冲其量在能活这件事情上 和老道士张若素 打成平手 至少在绝眼里是这样 只是从好友 变成了已经相识百年的老友 而先前的反应 让魏冤默默决定 还是慢慢地说自己的身份比较好 这是生存的本能 他旋即问道 对了 绝 你刚刚和鱼姬在聊些什么 鱼姬依靠门口 道 是最近发生的新闻 新闻 是 说是亚马逊热带雨林 出现了大片面积的严重干旱 热带雨林 干旱 魏冤正主 最近他在外奔波 已经很少去刷手机 但是热带雨林 怎么可能出现大片面积的干旱 他打开手机 翻了翻 看到一幅触目惊心的画面 河流断流 土地均裂 有的地方几乎出现了沙漠的雏形 当魏冤刷过一张照片的时候 瞳孔微缩 不断放大 这张照片的精度足够高 当放大到最后的时候 魏冤看到了云雾之中 隐隐有一只巨大的鸟 赤足直慧 黄纹白手 巨大的不可思议 隐藏在云雾中 如果不是魏冤对这东西足够熟悉 如果不是他双目可见鬼神 他几乎以为是幻觉 古 这是山海经异兽 不 是凶神 就是他曾经在昭歌城对武裕他们说的 中山之神 贤竹之龙竹九阴的儿子 因为作恶杀死了为诸神看管不死药的神灵宝江 所以被姚帝亲自诛杀 尸体定在了中山的悬崖上 但是那可是竹九阴的儿子 身死之后 怨念终究还是残留自生 化作了一种极端恐怖的凶神异兽 剑则大汉 就是这种鸟 但是这种应该被流放到山海经西经之山的凶神 怎么会出现在人间的 而且还导致了热带雨林直接往沙漠地形变化 魏冤突然想起自己先前抓回来的狐狸 面色微变 立刻查询最新的新闻 他的神色逐渐沉了下去 在世界战乱不断升级的区域 发现了某种恐怖异兽 其壮如雕 赤惠胡爪 这是古的同伴 凶神亲 披鸟死后怨念所化 剑则天下大兵 恐怕正是这种凶神 导致了那一片区域的交战热度不断上升 当魏冤又看到一只比鸟还大的蜜蜂的时候 终于得以确认猜测 山海经正在不断和神舟 和人间界相互联系 甚至于可以说 这两个世界之间本身就有丝丝缕缕的联系在 但是这种联系太过薄弱 无法支撑那些强大的生灵进入人间 而弱小的生灵则无法穿梭两界 但是现在山海世界和人间界越来越近 终于让部分山海凶兽出现 而这种蜜蜂则是亲缘 喝鸟兽则死 喝目则哭 是昆仑之秋所有的凶兽 为昆仑酿蜜 出现在人间 看来 西京之山那个世界正在靠近了 魏渊想到一件事情 正要给张若素打电话 老道士就已经提前打过来 张道友 魏渊接起电话 寒暄了两句 也顾不得什么客气 直接问道 你之前说过 昆仑现在出现了问题 不适合过去 昆仑山 究竟发生了什么 老道士沉默了下 回答道 昆仑山 消失了 第零二五四章 赴昆仑 听到张若素的话 魏渊的思绪都微微凝制了下 然后才反问道 消失了 是 准确地说 应该是昆仑山的一部分 张若素解释道 一般意义的那个昆仑山 倒是还在 至少没有太大的影响 可是昆仑山上 原来和神州神话相关的那个昆仑 就消失不见了 你可以认为 说是 昆仑山还在 但是传说里面 西王母之类的神灵生活的昆仑不见了 昆仑在神州古代神话的分量极重 可以说 几乎是最古老神话的核心 魏渊下意识看了一眼旁边收拾古玉和羽衣的爵 想了想 迈步走到外面 然后才问道 这件事情 爵知道吗 张若素回答道 自然是知道 老道可没觉得自己能瞒得过他 再说 那位天女本身虽然遭遇过一些事情 但是修为也不低 以昆仑对她的意义 不管我说什么 她都肯定会去昆仑山看看 只是看来 现在她也没有做什么过激的举动 不知道是因为相信西王母 足够沉得住气 还是说 知道些什么 魏渊想到 那位曾经见过几次的雍容女子 也不相信 后者会遭遇什么危险 按照她的猜测 很有可能是西王母带着昆仑山 顿入山海界 或者离开人间 前往其余洞天世界 就像是青秋国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不需要担心 魏渊和张若素又聊了几句 最后她语气顿了顿 问道 张道友 我前一段时间和你说 有人开发地灵的事情 天师傅能够想办法吗 张若素声音沉默了下 苦笑叹道 这件事情 老道恐怕是帮不上多大的忙了 天师傅虽然算是道门宗庭 可是毕竟是出家人 开发地灵的事情 不大好插手 老道士也管不到那些历史学家 总不能找上门去 威胁人家 不准去开发地灵吧 其实可以 魏渊心底 默默补充了一句 只是她心里也清楚 参与地灵开发的人员 不知道有多少 她又不能真的一个一个 找扇门去 吓唬的话 总有那些种种原因之下 胆子够大头够铁的 总不能真的出手 最后心底 暗叹一生气 只好决定答应 董月峰的邀请 加入考察地灵的人员 然后趁着机会 利用张寒说的机关 把地灵直接封闭起来 当即和张若素约好 之后前往昆仑山一探究竟 看看情况 然后才把手机收好 魏渊回到花店 决已经把羽衣 和大部分的玉石收了起来 少女没有询问魏渊 刚刚是和谁在聊 只是伸出手 五指摊开 掌心里 是一枚白色昆仑玉 上面有一道 昆仑特有的福禄 这种纹路天然 能够勾勒天地间 某种力量 相当于道门的云路 是从天地诞生的力量 魏渊好奇看向绝 天女绝语气轻柔宁静 坦然道 之前一直想要给你的 只是没有机会 算是谢谢你两次的救命之恩 魏渊知道他的意思是 先前雨衣的事情 以及之前鬼欲的事情 没有推辞 接下了这一枚昆仑玉 虽然说 他是很想要现在 好好看看这一枚昆仑玉 但是天女绝看上去从容不迫 周围还有其他人在看着 魏渊自己 也只能坦然收下了这一枚玉石 神色坦诚宁静 看上去 似乎也没有多么在意 这一枚昆仑玉 难得又都有闲暇时间 魏渊买菜回来做了一顿饭 邀请爵和鱼姬一起吃过午饭 在吃饭的时候 顺口提了提嗶嗶的事情 魏渊的语气顿了顿 他想了想 还是没有告诉爵他要和张若素 去一趟昆仑的事情 只是道 爵 我过一会儿可能还得出去一趟 嗶嗶这家伙放在博物馆里 也不大好 你如果有空的话 把它送到青秋国吧 那边狐狸足够多 女娇也能把这东西压制住 碧碧不甘心 似乎要咬未冤的脚 然后贝雷直接一顿猫猫拳爆锤 黑猫泪四提踏雪 尾巴竖起 毛发柔软 往后面喵了几声 水鬼优雅地套上一双白色手套 然后直接拖着 碧碧两条后腿拉到了博物馆后面去 碧碧地拽着拉在地板上 不甘地留下了几道划痕 看着黑猫泪 一脸可靠的表情跟了过去 未冤嘴角抽了抽 强行控制自己 收回了视线 山海时期的异兽有很多 有的普通人付出一定代价 都能截阵猎杀 有的则是很珍惜的灵兽 如同类 而和类等级相仿的就是 必必之类的灵兽 只是有吉凶之分 而最恐怖的 就是那些其实和神灵没有任何区别 又性情暴虐的凶兽 其中四兄在这些凶兽里面名气最大 而以魏渊所值 这四兄都是被顺地所流放的凶手首领 原本是为了让这四兄为神州人族抵御痴妹 混沌 穷奇 桃物 饕餐 总之名气很大 脾气很臭 心眼更小 尤其穷奇 极端记仇 对付一般的凶兽 魏渊觉得自己还行 可要真是对上了在山海时代 就有赫赫声明的凶神 魏渊觉得自己只能希望对方记性不大好 把自己给忘了 要不然就可以考虑一下 昆仑不死花的效果 能不能抵抗得了饕餐的消化能力这个问题 绝看了一眼 那被拖走的避避 恩一声 想了想 道 我正好也有一段时间 没有去过青秋了 之前和渊你说过的那两位好友 醒过来这件事情 也应该和巫女娇前辈说一声 不过 少女语气微顿 望向魏渊 好奇道 这种事情你不去一趟青秋 渊你想好下一次回青秋的时候 怎么样和她交代了吗 魏渊 绝 不提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朋友 最终 魏渊把这个问题 扔给了未来的自己去头痛 碧碧交给天女绝 后者索性带着渊姬一起回去了青秋国看望女娇 在收拾东西的时候 渊姬抱贱倚靠着门 看着天女 考虑带着礼物 渊姬对于那位青秋国女娇很有好奇 问道 觉你和女娇的关系应该不错吧 去一趟青秋国 还要这么麻烦准备礼物吗 天女抬眸 语气温和 气质安静清雅 答道 我去见巫女娇 当然不用了 像是我们现在 世界越来越陌生 认识的人越来越少 能去见一面 已经很开心了 就是那句话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那你 我是在给渊准备 天女道 正因为相识的人很少 所以她这次不去 才要准备些礼物表达歉意 要不然 巫女娇下一次肯定会捉弄她 虽然我也不知道 他们的关系 为什么会那么好 渊姬认识觉这一段时间 知道天女性格温和宁静 就像是长风一样坦荡 又会替别人考虑 所以她也有一件事情不太明白 身穿红衣 气质如同烈火的女子 手指轻轻抵着下巴 贺童扫过天女 沉吟了下 问道 那一枚昆玉 是你自己雕的符录吧 为什么不告诉她 决动作顿了顿 皱眉沉思道 你说为什么 她没能想出答案 叹息道 我好像也不知道 按了按眉心 随意笑答道 大概是不愿意让她心里有负担吧 你看有的时候 送的礼物太麻烦 收礼物的人 心里也会比较累吧 好意如果反倒变成朋友心里的负担 那还不如不说 鱼姬若有所思点了点头 道 这倒是 不过 既是九天之高峰 任务无声之鱼 坦荡从容 也是秉性 如果是正常情况的话 应该会选择直说 而不是说谎 她变了 鱼姬手指抵着下巴 若有所思 魏渊则是动身前往昆仑山 这一次 魏某人很奢侈地打了车 神色镇定 等到出租车拐出去之后 她微吐出一口气 手掌正重深入兜里 慢慢掏出来 展开 手中拖着那一枚昆仑玉 她解下了脖子上的那一枚扳纸 以剑气小心翼翼地在昆仑玉上 不影响到昆仑纹路的地方 穿出一个小孔 然后用绳子穿过去 把昆仑玉和秦时的扳纸穿在一起 然后才重新带回去 抬手轻按了下昆仑所在的位置 神色宁静 事情突然 魏渊也没有太多休息的时间 这一次是直接坐飞机去了昆仑山所在区域 到了目的地的时候 天地间一片苍茫 远处隐隐可以见到雪色 人在这里 只觉得视野极为开阔 张若素立于天地间 远望天地 气质飘渺独立 老道人回过头看向魏渊 洒然笑道 魏道友 来得有点迟啊 魏渊站到张若素身边 远看昆仑苍茫 达飞索问道 我听说张道友你没有办法轻易下山 张若素道 是不能轻易下山 他望着远处 叹道 但是昆仑山消失这种事情还是值得下来一趟的 魏道友你传承足够古老 我想 带着你来之前我曾经去过的地方看看 或许也能有点收获 至于龙虎山上的事情 频道只要尽快赶回去 倒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魏渊点了点头 回忆在香水时候 得到的羽王流言 魏渊基本可以断定 龙虎山上也是人间界和山海经的节点之一 眼见着张若素已经迈步往上 魏渊也随即紧随其上 两人如同两道流光 很快就抵达了不对外界开放的山区 然后仗着道行 一前一后往山巅而去 曾经的万神之山 西王母所居住之地 也是神舟神话起源的昆仑山 现代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 剩下的部分又在哪里 魏渊踏步在一枚落雪上 身形飘摇 已经月空 玄机稳稳落在了山巅上 抬眸往前看去 第零二五五章 青铜灯 昆仑虽高 但是相较于擅长御风的魏渊来说 却不算什么 至于张若素 能够活一百多岁 还精神头很好 魏渊也不知道 这老道士的道行有多高 风雪落于深周 却被自身的法力和进气阻挡住 两人很快抵达了整座昆仑山最高的地方 老道士拂袖 打出一道古老浮路 虚空中泛起涟漪 虚幻而飘渺 张若素回头示意魏渊跟着往上走 迈不跨过了这一片结界 魏渊望着昆仑虚和人间昆仑山的入口 下意识按剑戒备 昆仑山位置极大而高 几乎算是山海界一个标志物 以魏渊所知的 昆仑山西北侧 是山神陆无看守 虎身而九尾 人面而虎爪 而西南侧 则是神兽开明兽看门 身大泪虎 九首人面 一个是九首 一个是九尾 都是虎向人面 这一层次的特征 足以和幽都贤竹之龙 龙身人面相比 其实力至少在远古时期的项柳之上 它的戒备和警惕几乎是本能 不过玄机意识到 这里已经不再是远古 昆仑山后 也没有了神代的昆仑 更何况 真的要算起来 这一座昆仑山 在神代的时候 应该被称作玉山 是昆仑山脉当中 属于西王母的部分 而昆仑之丘还要更远些 魏渊脚步顿了顿 想到这里的时候 他突地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或许在这结界之后 会有一位自容爵士 雍容尊贵的女子 笑吟吟地看着他 然后问他一句 可后悔吗 不知道为什么 魏渊想起来的时候 总觉得后背都有些妈了 嘴角抽了抽 不至于不至于 应该不至于 魏渊摇了摇头 把这个杂念扔到脑后 持剑走入昆仑须的范围 而后瞳孔微微收缩 空旷 苍茫 浩瀚 这里 已经不再是神代时期 那一座众神之所 就像是昆仑须 直接消失不见了一样 留下的是 大片大片的平地 看上去极端的空旷辽阔 仔细看起来 这昆仑须之上留下的平底 比起下面的昆仑山 都要更大 魏渊俯身倾触地面 无比光滑平坦 神色缓缓凝重 他看不出来缘由 但是如果以最极端的情况去思考 这几乎像是一柄剑 一柄上级天光 下处久悠的剑 横着斩过了昆仑须 将原本的众神之山 完整地斩下来 魏渊皱了皱眉 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来 曾经听说的传说 曾经在远古时期 和昆仑齐名的不周山 就是被水神贡功撞倒 如果想要做到 将昆仑斩裂 必须要是不逊色于贡功的神灵 且愤怒地超过原本的极限 甚至于忘却生死 才能够做到 是剑 还是福 轩缘地 亦或者吃油 还是说行天 哪怕是吴之奇巅峰时期 被称为水军 是怀窝神系之主 抽取四毒之一的怀水化作兵器 也不可能打断昆仑山 甚至无法撼动这一座山真正的地脉 因为昆仑山就代表着神舟神代之机 魏渊脑海中闪过他所知道 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且最强的一批名字 那是神舟神代的皇 以及两位在那个恐怖时代都拥有战神名号的强者 旋即记起来 轩缘已经离去 而吃油的身体被封印在人间和清秋国之间的道路之下 行天尸首分离 也早已经被各自封印 那么 到底是谁能做到这一点 三国时期 西王母还曾经下山 是那之后的事情 也是 如果说那个时候 昆仑山还正常 西王母是不可能容忍决陷在险地那么久的 魏渊脑海中思绪翻腾 却始终没能得到什么收获 只好默默将这些记下来 那边张若素开口叫他过去看 魏渊定住思绪 迈不过去 这里实在是太过广大 魏渊和张若素行走在其中 仿佛走在被冰冻的大海 越发感觉到自身的渺小 花了很长时间 才终于找到了先前老道士曾经抵达的地方 这里应该是以前那些神仙们游玩的地方 老道士指了指前面 是因为这里本身地势就低于昆仑须被截断的地方 大概相当于地下洞天一类的盛景 所以保留了下来 从留下的痕迹来看 还能面前感觉到当年的辉煌 魏渊原本是山下的人 只是记录昆仑的时候来过一次 对这里倒是不那么熟悉 张若素在前面带路 脚步微微一顿 视线落下 看向地上 魏渊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挨挨白雪之上 魏渊和老道士看到潜藏在白雪当中的骸骨 而且不止一句 张若素眸子咪了咪 伸手触碰骸骨 白眉抖动了下 奇怪 老道上一次来的时候 还没有遇见过这东西 哎呀 上一次居然看差了 老喽 老喽 老道士抬手轻碰额头 满脸自嘲 倒像是真的记错了 魏渊却察觉到不对 张若素的倒横 不可能出现看差之类的事情 也就是说 故意提醒 这白骨是这一段时间出现的 那么 这里很有可能有什么妖魔凶兽 现在还藏在暗处 魏渊很快反应过来 面不改色道 倒有年纪毕竟大了 这些事情上记错了 也很正常 两名道人 视线交错过去 表情如常 魏渊步步往前 扫过了这曾经是众神欢聚之所的地方 只是曾经那么的壮阔辉煌 最终也落得了这样的下场 此刻看来 自然有很多的感慨 正心底叹息 魏渊的视线微微凝固 落在了一处石雕之上 老道士察觉到魏渊的异常 询问道 魏道友 怎么了 魏渊注视着石雕 那是一盏灯的模样 整体古朴素雅 灯上还落着一只震翅的鸟 魏渊眼前回忆起一幅幅画面 是曾经登上昆仑 记录这里的时候 受到过招待 当时有侍女捧着灯走来 就是这个样子 可当时明明是古青铜质地 她沉吟了下 伸出手 落在这石雕上 触感就是普普通通的石头 正想着 要不然 干脆把这石雕拔出来 扛着下山给绝看一看 吊坠上 昆仑玉浮现丝丝暖意 上面有天女亲自雕刻的昆仑云露 而绝是昆仑天女中年岁最小的一个 也最受诸天女宠爱 一丝丝暖意 顺着魏渊手臂流出 落入了昆仑石雕当中 伴随着咔嚓咔嚓的声音 那一座石雕上的石头 尽数崩碎 浮现出青铜质地 和当年曾经见到过的一模一样 烟尘散尽 唯灯盏中一点青灯长明 仿佛数千年岁月并无变化 哗啦声钟 突然一道契机爆起 潜藏于暗处的妖魔 见到这盏青铜灯 再也按捺不住 直接朝着魏渊的后背袭杀而去 魏渊神色不便持剑转身 已经见到了那妖魔的模样 化作人形 仰守人身 而且有四根仰角 尖力如剑己 煞气凶悍无比 魏渊双铜散发金色神性契机 老道士一愣 然后似乎被这东西的本体吓了一跳 土楼 昆仑之秋 是石为地之下都 神鹿无思之 有寿烟 其壮如羊而四角 名曰土楼 是石人 土楼剑张若素似乎被吓了一跳 迅猛无比 本能吞吐磅礴灵气和风雷 魏渊拔剑 张若素则是顺势抬手 右手三扇指 直接点在土楼眉心 魏渊本来打算出手 却亲眼看到 老道士一刹那就封住了土楼的神魂 就只封了一刹那 却恰好打断了 这一头山海凶兽出招的顺畅 生生把那风雷都憋住 执法顺势变化 往下一拉 点在鼻下和咽喉处 土楼怒吼出招 老道人脚步一动 魏捕先知出现在土楼一侧 右脚踏前 悬伸 顺势左腿膝盖猛地抬起 以磅礴阳位 重重点在土楼所化壮汉 尾椎骨上三寸 便是风雷水火 右手如托四颂 直顺势卡住咽喉 已因为演化天地山泽 道门八卦 逆向一合 咔嚓的鼓裂声音清晰无比 魏渊才拔出剑 就眼睁睁看着土楼腰部和咽喉 被同时反向重击 整个人形几乎被打成三折 老道人一只脚踩着坠地的土楼 一只手抚着心口 呼了口冷气 面色微白 吓了老道一跳 这东西不早灭绝了吗 突然跳出来 老道还以为看差眼了 魏渊看了看 险些被直接折叠起来的土楼 又看了看长须短气 显然似乎被吓了一跳的老道士 嘴角抽了抽 默默收起了剑 第零二五六章 握虎 魏渊握着剑 盯着那原本出身于山海时代昆仑的异兽 老道士看着身子不怎么壮实 好像一推就倒 但是右脚踩在土楼的背上 这一只在山海时期属于识人凶兽的怪物 竟然没办法轻易动弹 魏渊能够隐隐约约感觉到 土楼的距离 被老道人直接又转环传导到了他自己身上 除非他能做到自己把自己举起来 否则不要想着能把这老道士推开 这显然是极为高明的进气运用 不过 土楼出现 难道那一部分消失的昆仑山回到了山海界 魏渊若有所思 按照这个思路继续推展开来 因为昆仑山前往山海界 所以这里成为了山海界和人间界的重要节点 古 清源 土楼 碧碧 都是从昆仑山这里出来的 但是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除了昆仑之秋 还有哪里有这样的节点 那个将昆仑带走的人 是不是也是山海界的某一位 正在魏渊思路逐渐展开的时候 被张若素踩在脚底的土楼 突地怒吼 化作圆形 山海经记录这是一头羊 张若素对这一点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但是老道士完完全全没想到 长得像羊和羊是两码式 老道士脸色一正 那土楼的圆形居然有一座小山那么高 老道士直接背顶地飞起来 土楼昂首嘶吼 长得像是羊 但是却偏偏生长了利爪尖牙 元气浓郁 在他身边汇聚 化作了一座山 而土楼则是要趁机消失不见 是替死挡灾的法门 张若素微微皱眉 轻飘飘落下来 然后一脚踏下 阴阳二气会合 一刹那泄露出的煞气浓郁程度 即便是凶兽都觉得如坠冰窖 完全不知道这看上去和善的老道士 怎么会有这么浓的煞气 几乎像是整个人都被血腥气淹没 只剩下两只眼睛尚算清明 一脚踏下 化作山那么大的土楼直接跪倒 老道一脚踏碎了一座山 土楼差一点直接跪倒在地 即便如此 仍旧怒吼一声 挣扎着散出流光 魏渊在这一瞬间 感觉到了山海界的存在 这一只原本生活在昆仑之丘的凶兽 趁这机会 直接顿入山海界 老道人原本能在瞬间施展辣手 将其困住 但是却收手 只是留下了一个印记 等到那凶兽消失不见 张若素闭目感知 却最终什么都没能察觉到 叹息一声 苦笑道 还打算顺藤摸瓜 看看这土楼是从哪里跑出来的 得了 现在连藤都给人抽走了 早知道就直接把那土楼给收拾了 他忍不住发起牢骚 叹道 有时候老道也觉得山海经写得太模糊了 这也能叫羊 魏渊略有尴尬 沉默了下 目不斜视道 友谊说一 张道友 你觉得他不像是羊吗 张若素正了下 道 要说羊的话 道也像 就是大小有点奇怪 魏渊心中默默补充了一句 友谊说一 山海经纯路人 然后正色道 我也只是从客观的角度评价一下 毕竟这东西长得其实也像羊 只是现在看起来稍微大了一点 严格说起来 山海经也没记错 况且 魏渊声音顿了顿 道 况且这东西在远古时期 可能真不算是大的 张若素若有所思点了点头 道 确实 魏道友你说的也有一点道理 他补充了一句 这么大的羊 味一定够山 不大好吃 魏渊古怪的看了一眼老道士 行家呀 刚刚的战斗很短暂 张若素和魏渊又在这昆仑转了一圈 没能找到其他的 类似青铜灯的物件 也没有再见到土楼这样的山海经益寿 最后两人回到了一开始的地方 收敛了这昆仑之上的白骨 老道士冲着白骨败了三拜 面色有些沉郁 即便是他也没办法再轻松下来 他缓声道 魏道友你有太平道的传承 应该知道这些山海界的凶兽 和我们人间的关系 这情况已经持续了几千年 只是以前这种凶兽很难出现 可能一两百年才能见到一头 可现在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 类似于吃人的 能带来旱灾的 水灾的 这种凶兽在山海界太多了 一旦山海界和人间界接触 搞不好那种大凶都能出来 所以老道才想要早点让修行普及开 说句不好听的 到时候就是跑也能跑得过凶兽 可惜没能把那土楼抓住 他开了血时 这次又跑了 要是不管的话 恐怕一发不可收拾 会一次一次来 胆越来越肥 必须尽快把他诛杀 我会让弟子在这准备法阵 至少再有凶兽从这进来人间 能提前有点准备 魏冤没有说话 他蹲下来 伸手触碰刚刚埋葬白骨尸骸的地方 眼前闪过最后的画面 是拿着风车笑着跑过的孩子 是柔软的阳光 草地 是在街道上骑着单车飞驰而过的街景 是旁边叫卖豆腐脑油条的声音 因为被土楼所吞吃 连这画面都残缺不全 最后魏冤伸手握住这些记忆画面 却也无法阻止这些真灵残留之物消散 笑声 哭声 日常随手可触之物 终究从半跪在地的道人手中散去 土楼 凶兽 是识人 张若素沉默了下 闭了闭眼 叹道 走吧 魏冤点了点头 他站起身 没有多说什么 老道刚刚所说的声音里有疲惫之感 魏冤不会怀疑 以老道过去的经历 如果刚刚真的被他找到了土楼一族的地方 老道会直接杀入其中 只是可惜 张若素没能预料到 土楼靠着人间界对山海凶兽本身的排斥 主动回归了山海界 张若素道横虽然高 但是还没能高到跨越世界去寻找凶兽的程度 两人从昆仑山上下来 魏冤突然开口道 张道友 你刚刚给土楼身上留下了天师府的追踪符吧 他笑了下 神色像是在血液中捕猎时安静的虎 能把对应的符给我一个吗 追踪符 根据施法者的不同 会有不同的表征 用来确保追踪时候的准确性 张若素指当作魏冤是打算戒备土楼 再度出现在人间界 完全没有想到其他的可能性 点了点头 并指在虚空中画符 然后把这一道符给了魏冤 魏冤将符叠好 放入怀里 道一声谢 两人彼此告别 张若素往龙虎山而去 魏冤则是回到了泉州 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 绝合余姬都不在 花店画室都是一片漆黑 难得的是 隔壁书店的几位青秋狐都在 老狐狸狐明见到魏冤回来 笑呵呵地打了个招呼 举了举手里的锅铲 狠得了神舟打招呼的神髓 笑呵呵道 魏馆主 回来了呀 吃了吗 刚炖了老黄鸡 加了一把山蘑菇 味可正了 一会儿熟了了 你一定尝尝 我让月儿姑娘给你送过去 魏冤看到那位不知和招歌诚 有什么关系的九尾狐 站在二楼 后者眼神清淡 怀里抱着书 只是客气地点了点头 魏冤随口应下 狐狸精顿的老母鸡 想一想都知道味道有多正了 魏冤进了门 在博物馆里翻找了下 找到了那几件青铜器 土楼是昆山之秋的凶兽 昆山之秋正在西山经的记录里 被记录于西山经的古来到了人间 人间的昆仑山却消失不见 再加上昆山之秋的土楼和亲缘来到人间 魏冤本来就打算去一趟山海界看看 正好之前还答应了招歌诚的众人 要去一趟重屋山 魏冤身上还有从香柳那里得来的山海经浴书 更要前往山海界世界去看看 羽王和气留下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 当然 这些都不是重点 这一次前往山海界 他另有其目的 有的时候 魏冤觉得自己是个心眼很小的人 比如 报仇一般 不喜欢隔夜 魏冤一手持剑 一手取出卧虎令 伴随着连衣一散 人间界和山海界的通道再度打开 因为并不是通过招歌诚开启祭祀 进行双向的沟通 这一次 魏冤进入山海界比较吃力 持续的时间也会比较短 估没了下 比之前几次 至少短三分之二 甚至更短 很可能只有一炷香的时间 很快 少年到人模样的招歌山神再度出现 而后迅速收敛属于山神的契机 伯兽察觉到异常站起来 魏冤伸手抵着嘴唇 示意薄龙安静 远远望了一眼夜间的招歌诚 魏冤没有在这里多待 他伸出手 张若素的那道福禄也被他带过来了 此刻在人间界没有任何效果的福禄散发出流光 和魏冤右手手背上的天命赤鹿相互联系 让他能够隐隐约约把握到了那只土楼所在的方向 握了握手 感觉到在山海界状态下的磅礴神力 魏冤迈不走出 跃下了这一座山 只有一炷香的时间 他身边缠绕着狂风 速度一开始还寻常 但是逐渐加快 模样也逐渐变化 如同掠下山峰的狂风 最后变成自己原本的模样 一身墨衣 身后卑贱 腰间悬下腰排 奔走如风 这是浩瀚且阔别人间界许久的山海界 第一次迎来这位客人 沉睡着的山海 蛮荒且崇尚力量的凶兽们 尚且不知道夜色下掠过他们的风意味着什么 但是魏冤腰间的卧虎令和背后的八面汉剑 却已经隐隐名笑 此地 卧虎即行 生灵莫尽 第零二五七章 规矩 山海界 昆仑之秋一侧的山峰下 伴随着浓郁的法力波动 土楼突然出现 才出现 就长呼口气 只觉得一种浓郁的疲惫感觉浮现心头 刚刚那人族的老头子 看上去病弱 可是力气居然那么大 土楼的身子被打得皮开肉绽 不过也就一会儿 他活动了下身子 发现自己还活着 就忍不住放声大笑 张狂而刺耳的笑声 引来了旁人的注意 很快大地开裂 有几道身影出现 看上去都是土楼一族的模样 其中一只消瘦些的异兽 嗓音清脆 变化成了人形 是个五官柔和的少女 看到这土楼一身伤势 忍不住道 大哥你回来了 受了这么重的伤 怎么还笑得出来 土楼一晃身 变化成了一个高大男子 仍旧忍不住的得意笑道 当然笑得出来 我这一次去人间 应该是见到了那所谓的人族高人了 啊 人族高人 嘿 那倒是真的有点手段 我身上的伤势就是那老东西弄出来的 不过没关系 那倒是虽然厉害 不过我要走 他也完全没办法留下我 土楼所化的大汉大笑道 这下可以确定了 人间那边 我们可以说 想去就去 想走就走 我和你们说 现在人间可到处都是吃的 那些人也不知道是怎么长的 比传说里远古时候要多得多了 都住在石头屋子里 咱想吃就吃 而且 很多人吃了 他们也没法找到我们 就算是找到了 也拿我们没办法 而且 那边有不少有意思的东西 总而言之 有的吃 有的玩 还足够安全 哈哈哈哈 人间那边有什么天堂之类的说头 哪就是咱们的天堂了 哈哈 下次咱们就再去一趟 我跟你们说 最安全的 是那些老东西 虽然肉老了点 但是家里没什么人 死在家里也没人知道 再然后 就是那些还没长大的 随随便便就能带走 根本没有难度 周围有画作柔美少女的 听得双目明亮 也有画作孩童的 喊着饿了 如果不是山洞里 铺着头颅和白骨 倒是也算其乐融融 那大汉放声大笑 正要伸手拍 那孩子没能画形完成的头 突然 一道低沉的虎袍声音炸开 这一窝土楼 在听到这声音的时候 突然自心底生出一种慌乱的感觉 在刹那本能的后退 要顿地离去 那大汉神色一变 突然有剑气出鞘时候 锋刃和剑鞘摩擦发出的低鸣 剑鸣声音未曾落地 寒芒直投入山洞中 那土楼怒吼抬手 没能有真正反应过来 就被一股带着神性的气急 直接洞穿眉心 低沉的剑鸣声音 不断回荡 八面汉剑第一次出现在这个世界 倒插在岩壁上 大汉眼底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步步走入 神色缓缓凝固 是他 众多土楼之兽面色骤变 有的转头想要对敌 有的慌不择路想要遁地 有脚步声不紧不慢地响起 一身墨衣的青年 双手结印 神力替代法力流转 嗓音清淡 在心底缓缓落下 天罡三十六法 诸葛武侯 奇门六甲 封禁 在这个时代 再没有谁 比魏渊更熟悉这一门天罡法 在刹那之间 整个山脉直接被封禁 哪怕是土楼 在没能超过此刻 身为山神的魏渊时候 也不要想使用遁地之术 魏渊注视着这些识人凶兽 抬手 倒插在地的八面汉剑到飞而出 落入手中 其中一名土楼怒道 你是谁 为什么要来我们这里 卧虎 魏渊还是回答了一声 土楼之妖在脑海中搜索自己知道的 虎形妖兽的名字 却一无所获 只是那股掺杂煞气的神力契机让他身躯僵硬 忍不住出声 卧虎 卧虎是什么 魏渊单手挟持长剑 步步往前 腰间腰排发出低沉的名笑 步步往前 而后 背后有虚幻的猛虎浮现而出 舒展身躯 猛虎琥珀色的双瞳 莫然冰冷 曾经镇压神舟人间界 痴魅王两千年的契机 第一次来到了山海界 昂首低沉咆哮 魏渊迈不往前 背后猛虎和他的动作一模一样 一人一虎 一时一虚 让这里莫名变得空旷 犯我神舟者 怪力乱神 街机补诸杀之 就是卧虎 剑气纵横 猛虎咆哮 一炷香的时间 快要结束的时候 兽吼怒袍 逐渐消散 只有剑鸣声音 还算轻悦 魏渊缓缓缓拔出了长剑 这里的妖兽土楼 已经尽数被诛杀 无论老幼 全部倒伏死在地上 一股阳山气 混杂着血腥味道 魏渊调转剑刃 缓缓擦拭剑刃上的血腥气 他拔剑 剑气吐出 在这一脉 土楼妖兽生活的山岩墙壁上 留下了一串笔触风锐的文字 卧虎是怎么样 才在人间留下了两千年的凶名 哪怕是卧虎一脉消失了 都流传不绝的 山海界 开始和人间界接壤 像是土楼这一层次的妖兽 已经能够尝试进入人间 如果不加以遏制 肯定会让那些妖兽 越来越肆无忌惮 山海界当中 识人的凶兽 可是有很多的 一些无害的 或者祥瑞 魏冤没兴趣阻拦 但是那些识人凶兽 则不可能放过 面对这些凶兽 人间的反击必须足够重 而目前来看 只有他能靠着和 昭歌成地脉的联系 来到这里 魏冤收剑 看了看这些倒伏的尸体 八面汗剑剑刃上 吐出剑气 抬手一斩 胡鸣的香菇炖鸡 终于炖成了 汤汁上飘着一层金色的油花 香气四溢 改十字花刀的香菇 都浸润了汤汁 入口软嫩 炖的老母鸡 是专门养在松林地里的 本身肉质紧事 苏玉儿不是很情愿地下楼 当然面上仍旧从容地给魏冤送过去 敲了敲门 是谁鬼开了门 苏玉儿环顾一周 秃地微微正住 没能看到那几件殷商年代的古青铜器 正想要去问 脚步声音响起 里面的屋门被推开 魏冤走出来 苏玉儿瞳孔微微收缩 在一刹那 感觉到一股寒意蔓延手脚 这样的感觉来得快 去得也快 就仿佛是错觉一样 魏冤的神色仍旧客气有理 和以前没有什么区别 苏玉儿伸出手指 指了指放在桌子上的炖鸡 道 你出来得刚刚好 这是胡明给你准备的那份 味道不错 才做好 你可以试试看 声音顿了顿 眼前魏冤那种感觉 还是让苏玉儿没能开口询问青铜器 不过很快就看到 魏冤把那几件青铜器都取出来 似乎是刚刚在擦拭 就也没有多心 魏冤取来勺子 喝了口 入口的时候 滋味很清淡 但是不像是那种 加了太多调味料 浓油赤酱的鸡肉 吃得多了 舌头会有些发干发色 鸡汤滋味浓郁而滋润 鸡肉本身用筷子一条就和骨头分开 香菇口感柔韧 却又有那种菌菇类特有的香气 和鸡肉鸡汤本身的味道 很好地搭配起来 魏冤吃得尽兴 赞叹道 果然好吃 下一次我买点羊肉来 做点羊汤给老胡送过去 苏玉儿眸自微亮 仍旧面色清冷 但而矜持地点了点头 在苏玉儿回到书店二楼的时候 听到动静 回过头 看到魏冤在夜色里离开 略有诧异 但是他性格本来就偏向清冷平淡 对于旁人的事情没有太大兴趣 仍旧走上二楼 翻看那本没有看完的小说 清秋国和人间虽然并行发展 但是他很喜欢人间的这些文字 魏冤张口呼吸了一口夜色的空气 这一次是御风朝着昆仑山的方向过去 哪怕是他本身有足够的道行 又极为地擅长御风 距离还是太远 足足花了一整夜的时间 才到了昆仑山 他在山下刚刚开了的早餐店里 买了点东西 而后独自攀山 风势极大 寒风撂翘 白雪翻飞 从他眼前飞过 魏冤爬上了山 踏入了昆仑须 早上的阳光 落在昆仑山上都是清冷的 远离人间 魏冤把手上的东西放下 拂袖 袖袍古当 用了地煞七十二法的胡天 有一个个东西飞出 是一个个头颅 都是羊头 有四根如同剑脊的羊脚 无论老幼 尽数被他诛杀 而且将头颅斩下来 他把买下来的早餐 在那海骨上感知到的 不知道是混合起来的 还是谁心心念念的豆腐脑油条 带上来 轻轻放下 他看到那累累白骨的时候 说到底没有太高的愿望 也没有立刻浮现出什么 维持人间秩序 众生安宁的想法 那是圣人的心境 不是他的 只是心中一气不平 所以花了一夜时间 斩首而还 其实说到底 也就是有仇报仇 有怨抱怨 心有不平 那就拔剑斩枝 魏冤俯身 手掌触碰地面 海骨上残留的丝丝神念 生疼起来 似乎是感知到 有人为自己报仇 那屡屡残念 终究归于平静 魏冤手掌五指微拢 在这白雪挨挨的昆仑山 忽而开出了一朵柔弱的花朵 身穿墨衣的青年背后常见 血迹犹新 亲缘所化的青年 晃晃悠悠地抵达了昆仑山下 他是凶兽 但是并不是那种会主动识人的 他属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类型 但是对于人间界的发展 也很诧异和好奇 这一次晃悠了一圈 确确实实好好玩了一桶 所以打算回去一趟 然后下一次时间到了之后 带着朋友跨过那些阻隔 来这转转 不过 那个朋友脾气有些暴躁 属于凶兽 不过 管他呢 反正和我无关 亲缘半醉半醒 拎着一瓶人间产的蜂蜜酒 飞到了昆仑须 他就是从昆仑回来的 风雪如旧 但是却带着一股血腥味道 清缘一下 给刺激的醒了酒 机灵灵打了个寒颤 低下头看去 瞳孔骤然收缩 在昆仑须之上 有一个显然被挖掘出来的墓穴 之前放着早点 这不算什么 但是在这墓穴旁边 一座极端可步 以识人凶兽土楼手极类叠起来的金冠 就那样助力在那里 一只只土楼手极怒争双目 恐惧几乎凝聚出十字画 让清缘只觉得 一股寒气在背后乱窜 他飞下去查看情况 在这金冠旁边 一座石碑助力 正面写着一行例字 语气平淡 理所当然 犯我神舟 击捕追杀之 斩其手极 镇压于此 但是 旁边就是超过石头土楼的头颅 冲击力巨大无比 清缘只觉得头皮发麻 手中的酒瓶坠地 亮亮呛呛后退几步 坐倒在地 一股寒气在心底冒出来 倒是再没有把那朋友带来的想法 当年的卧虎 是如何在痴魅王两之下 护持人间安定的 又是如何让那些妖魔 即便阔别千年 仍旧牢记卧虎之名的 讲规矩 讲人间的规矩 以文字 以钢铁 清缘正正地看着那石碑 好半赏才回过神来 旋即注意到了一侧的落款 呢喃低语 卧虎 这是变革的时代 而在世界刚刚开始变化的时候 在山海经的异兽门 进入人间的时候 消失于历史的卧虎 以最初的方式再度出现 魏渊走下了昆仑 他这一次没有回泉州 他站在昆仑的山腰 往蜀地的方向望了望 武侯祠就在那里 第零二五八章 建故人 昆仑山在神州的西北一带 而泉州则是在东南 所以魏渊在从昆仑山回到泉州的时候 势必是要路过蜀地的 而武侯祠 至少是一般人眼中的那一座武侯祠 就在蜀地和刘玄德的墓葬 连绵成了一座建筑群 魏渊站在蜀地 现在这里相当繁华 和记忆中残留的印象对比 魏渊一时间还有点不习惯 热闹繁华的现代都市 打扮时尚的男男女女 和看望故人的氛围有点不搭 魏渊远远看了一眼武侯祠的方向 认真思考要不要先吃一顿火锅 然后来一碗冰粉 最后再提一份火锅外卖 去武侯祠里 以那家伙的性格 如果还活着 看到自己满脸悲伤地进去 肯定会狠狠地嘲笑一顿 甚至可能扛着琴来一手诗经 武侯祠到晚上八点的时候就会关门 魏渊没有在白天进去 一直到晚上了才提了一包东西 慢慢走到武侯祠前面 这时候已经不让游客入内 里面还有一些游客也都慢慢地往出走 一对夫妻带着一个十二三岁大的孩子往外走 知道这是哪儿吗 当然知道了 诸葛亮吗 那少年晃晃悠悠往前走 随口背着诗 攻盖三分国 名城八镇图 江流石不转 遗恨诗吞吾 孩子的母亲笑隐隐鼓励他到 再背一首再背一首的话 待会儿给你吃好吃的 啊 那男孩听到还得再背一首诗的时候 满脸不情愿 可是听到有吃的 还是眼眸微亮 想了想 有点磕磕碰碰的背起来 丞相祠堂缅阳虎 跪摆森森铁干谷 行人指点定军山 月黑天英文战谷 这是一首比较小众的诗词 一共八句 所以那孩子背起来有点难 坑坑吃吃了好一会儿 才背到了最后两句 我来下马拜荒丘 三大儿还第一流 棉竹战于沾上死 一门中烈撞千秋 他松了口气 幸亏刚刚听到有人说 诸葛亮的长子和长孙 全部在蜀国战死了 这才记得最后两句 这下答应的 吃的跑不掉了 他得意洋洋地抬起头来 看到父母赞许礼 带着得意的目光 看到旁边大人们的亚裔 觉得晚风吹在脸上 都暖洋洋地 让人觉得舒服 他很享受这种感受 回过头的时候 突然看到旁边站着一个年轻人 看到了那个年轻人的脸 沉浸于得意里的男孩子 都愣了下 然后就被父母拉着往前走 前面有两个孩子 拿着两个玩具 一个拿着诸葛亮的雨扇 一个拿着孙悟空的金箍棒 在哪里打斗玩耍 行人们汇入人群里 人群在涌入街道 回到城市 工作人员把武侯茨的门关上 他回过头 看到那个年轻的叔叔不见了 可是刚刚看到的一幕 却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在一片游客们尽兴的景点门口 只有那个人脸上却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悲怆 明明很年轻 但是刚刚却觉得是个失去一切的老人 他连连回头 他的母亲拍了下他的头 笑道 还看什么呢 人家关门了 可是 不说那个了 今天想吃什么 看你表现不错 可以尽管提哦 那 那我们再去吃一顿火锅吧 我要两碗冰粉 一碗红糖小珍珠 还要一份酥肉 你吃的火锅还是小吃 吃完这些 早就饱了 那个男孩眼底清亮 相当开心 刚刚那个和其他人不一样的青年 他早就抛到了脑后 孩子的肩膀上 就应该是清风明月 就应该是黄梨和柳叶 还有各种好吃的好玩的 他毕竟只有12岁 工作人员把五猴瓷关上 骑上车走了 不过这不代表着 五猴瓷里面就没人了 因为某些原因 就是关门了 这也还有些专门看顾和保护着祠堂的道士们 夜里还会在这巡逻 魏渊看着那祠堂 迈步走了进去 他的隐身法用得越来越娴熟 周围虽然人来人往 也没谁能发现征兆 夜色中的五猴瓷很安静 唯独魏渊的脚步声 稳稳地响起 他迟疑了一会儿 还是走进了诸葛亮殿 抬头看着静远堂里面的泥塑 是很奇妙的一种感觉 明明在那个时代 自己的年纪更大些 明明当初那少年说好了 要给自己养老 还说后人也有自己的香火 但是现在看看 那笑着挥手的少年 渐行渐远 忽然就已经化作历史上一个个文字 香火的味道 只往人身上钻 这个时候 魏渊才会有一种复杂的感觉 平日的时候有鸟叫 有蝉鸣 有电脑和手机 有人们的交谈声 甚至于有绿皮火车 开过铁轨 发出的哐郎哐郎声音 人间炽热而繁忙 让人来不及去回忆 而泥塑 香火 还有眼前雨扇关筋的塑像 才会真切地提醒他 时间的流逝 岁月是真的过去 再也不会重来 那个会扛着琴 在他门口高唱诗经的少年 早就回不来了呀 魏渊从带来的塑料袋里 掏出了点东西 给诸葛武侯塑像前面摆上 又从旁边的桌子上 粘起了几根香 随手一抖 让香燃起来 插入香炉里 拍了拍手上的香灰 道 得 最后这一炷香 还是得我给你上了 还养老 你给我养个屁的老啊 他忍不住开口咕弄 我当年看到你没了 一夜白头啊 知不知道 少说损了十多年的寿命 你说说吧 怎么赔偿我 也就是 我当年脾气好 换我现在 把你魂魄拉出来 也要削你一顿 说要回南洋 结果没回去 说要给我养老 结果也没了 他絮絮叨叨地说这些事情 低下头整理桌子上的东西 恍惚之间 前面还是那个笑盈盈的少年人 魏渊动作顿了顿 轻声道 不过 你可以放心 严汉还是存在的 我想 对你们来说至少算是个安慰 他好像是听到声音了 抬起头 身前只是泥塑 沉默了一会儿 魏渊掏出一个果子 轻轻放下 道 南洋的草炉还在 这一颗果子 是你当年种下来的树上接的 我看了 当初你长个子的时候 我在上面用匕首刻下了痕迹 现在那些痕迹都还在 草炉还好 就是草有些多 太潮湿 等到来年的时候 我收拾收拾 明年果子熟了的时候 我再来看看你 你那把扇子 我就先拿着 不还给你了 我等你哪天亲自来找我要 他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站起身来 推门离开 其实一早魏渊就已经感觉到了 在这一座五猴祠里的熟悉气息 一开始还希望是当年那少年 可是进来后才发现 根本不是 其实也不可能是 他和张角类似 都是天机反噬而死 这里不远处 就是汉昭烈地刘玄德的惠灵 魏渊顺着气息 走到了主殿的西侧 主殿是刘备刘玄德 东殿是诸葛武侯 西殿则是关羽张飞 魏渊走到西殿 看着那威猛的两位将军 了然地点头 周围有防止游客 去触碰塑像的围栏 魏渊一只手搭住围栏 干脆利落直接翻了过去 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然后玉峰把桌子上的灰尘都吹干净 又把酒瓶放在桌上 望向那边的关羽塑像 果然是他 或者说他 毕竟这里是刘玄德的灵墓 魏渊曾经在鬼域中和爵联系时用过 卧虎的专属神通 不过之后就很少再用了 屈指扣机 屈神 一瞬间 缥缈南侧的契机扫过整座武侯祠 魏渊仰着头 轻声道 关将军 故人来了 还能喝杯酒吗 第零二五九章 借刀 石传玉打了个哈欠 一身在现代看上去格格不入的道袍 证明了他的身份 属地成烟冠的弟子 有传说 成烟冠是诸葛武侯的小女儿 诸葛果必是修行的地方 后来诸葛果修为极高 不入史书 名字只有在历代神仙通鉴这种书里 才能够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不过他们成烟冠弟子 会来武侯祠 看着也是几百年的老习惯了 今天轮到他和他的诗书 两人在夜色中的武侯祠里迈步 属地炎热 但是武侯祠里却很凉爽 秃地他们察觉到一丝轻微的声音 石船玉妖间的玉佩 灯石发出流光 有贼 好家伙 哪个瓜皮 偷到武侯祠里了 大半夜的 是嫌弃火锅不得尽 还是说冰粉不巴士 跑这儿来找刺激 两个倒是对视一眼 摩拳擦掌 一个拎起扫帚 一个提起托把 靠着手上预盘法宝的指引 兴冲冲地追过去 看到是偏殿的动静 于是一左一右靠过去 擦着窗户往里看 看到一名穿着现代衣服的年轻人 双目平静 石船玉撸了撸袖子 正要动手把这个毛贼给抓了 还没动手 旁边的诗书突然死命拉住他 石船玉只觉得 平时的诗书怎么今天这么胆小 正要挣扎着 却突然看着了那年轻人对面的人 一身战袍 赤脸长须 一双丹凤眼半脸着 旁边一柄青龙眼月刀 石船玉心底里一凸 再往这左垫的高位上一瞅 那位三界伏魔大帝 神威远镇天尊 观圣地君相 竟然消失不见 再看着那关公 虽然活灵活现 但是衣袍下百处 如同云雾 飘渺不尽 显然就是到藏里那些神灵的模样 石船玉已下出了满头冷汗 腿脚发软 虽然是道门的弟子 而且还是祖上出过陆地神仙的那种 但是石船玉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 类似于幻神一样的手段 他哭丧着脸 看向旁边一脸镇定的师叔 张口无声道 师叔 我腿软了 里面的青年 看向神灵 轻声道 好久不见了 关将军 有快两千年了吧 石船玉头皮发麻 哆嗦着看向师叔 另外一位道人 看了石船玉一眼 嘴角抽了抽 别看我 我也妈了 魏渊看着眼前那处于神灵状态的关云长 道 好久不见了呀 关将军 这位显然已经是走香火成神的道路 哪怕神舟广大 能够做到像是眼前这位这样 同时被三教祭祀 无论朝堂还是民间 都历经两千年祭祀不绝的 再也没有第二位了 所以他能成为神灵 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活着的时候 最巅峰时是天下无双 死去后成为香火神灵 不会伴随着王朝更迭而倒下 反倒会伴随着民间香火 越发强盛 关云长看着眼前的道人 他已经属于神灵的一类 能够辨认出容貌下的本真 认出来了这个道人 道 渊道长 许久不见了 魏渊坐在桌子一侧 关云长也从神像上走下来 坐在旁边 魏渊道酒的时候 关羽眸子往旁边瞥了一下 道 刚刚有两人旁观 道长为什么没有阻拦 任由他们离去 魏渊把酒递过去 把准备好的下酒菜 也抖散开 卤牛肉 卤猪头肉 柠檬鸡爪 还有些其他的凉菜 卤猪耳切成细丝 把葱切成葱花 拿着醋一半 下酒 魏渊把筷子递过去 随口答道 他们的话 是成烟官的弟子 算是果儿的后辈弟子 既然被看到了 那就看到了 反正也没有多少人会相信吧 来 关将军 试试看 这个时代的吃的 他带一丝玩笑道 反正来这祭拜你的人 大多也就带着些水果 下酒菜之类的 很久没吃过了吧 关云长只是抚须达道 只是无共饮之人 未冤无言 当年三国之末 天下初定 张飞等名将也被赤封为力神 但是伴随着岁月流逝 朝代更迭 能够一直持续到这个时代的神奇祭祀 本就很少 关云长也已经没有了相熟之人 魏渊和关云长举杯相碰 声音清脆 当年一直没有和道长你喝过酒 甚是遗憾 没有想到能在两千年后补上 当年身子不好 这也不能吃 那也不能吃 没法 可你是我们里活得最长的了 曾经一大堆人 只剩下两个 随口聊了些往日的事情 关云长放下酒杯 道 说起承烟冠 我听闻 当初诸葛家的那小姑娘出生之后 道长你不顾军师的反对 一定要带着她出去游历 最后落脚在承烟冠修行 关某一直有些疑惑 道长为什么要这么做 魏渊喝了口酒 答道 毕竟 果像他爸 长得好看 天赋也好 资荣端利 岂非好事 不 你看 以玄德公和他的关系 国往后一定会嫁给刘善的 亲上加亲对吧 关云长宁眉 这一是好事 莫非渊道长 还有其他想法吗 魏渊沉默了下 端起酒杯喝酒 眼是尴尬 想了想 道 刘善他 他是个好人 只是年纪比果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 不合适 魏渊看到关云长恶然的神色 手掌握拳抵着下巴 咳嗽了下 从容笑答道 当然 贫道只是开个玩笑 真正的理由是 刘善已经娶了义德的女儿 真要再娶的话 后宫肯定会乱起来 如果说义德和诸葛就因为这件事情起了嫌隙 麻烦反而更大 再说了 果天赋很好 不修道的话 浪费了 魏渊最后补充了一句 关云长点了点头 道 原来如此 他自笑道 但是关某还是觉得 第一句话才是渊道长的本意 后来的 恐怕是当初用来应付军师的说辞 魏渊咳嗽几声 只顾喝酒 关云长 抚须沉吟道 不过 军师之女 姿容端丽 嫁于吴子星也不错 魏渊顿了顿 关心啊 曾经的病弱道人沉默了下 正色道 关心他 他是个好人 关云长 最后却也是无奈笑了数声 魏渊喝了口酒 问道 说起来 关将军 你是什么时候醒过来的 之前有一段时间灵气断绝 哪怕是你 恐怕也只能保证自己的意识不灭 很难说能轻易出来吧 关云沉吟了下 答道 确实 他道 过去的时间太长了 长到我都不记得 究竟是什么时候是睡着的 又在什么时候是醒着的 最近这几百年里 偶尔还能醒过来一两次 后来就连这种机会也越来越少 上一次一次睡了至少三百年 刚刚如果不是道长你唤我一声 关某也未必能醒过来 至于上一次清醒的时候 做了些什么 我已经记不大清 只是记得醒来后 在人间游荡着 后来想要找大哥和三弟 迷迷糊糊就来到了这里 一待就是到了现在 正说着 关云长动作突然一致 杯中的酒洒落在地 未冤皱眉 抬眸看到眼前的天下名将 关圣帝君身上突然散发出一股檀香气味 有淡淡佛光一散出来 关羽亦是凝眉 身上煞气自然而然地将这一股气机排斥开 这是 魏渊答道 看来是佛门察觉到 将军你苏醒过来 打算要动手了 动手 魏渊斟酌言语 道 将军你毕竟主要是帝王祭祀 儒家五圣人 还有民间的祭祀和道家财神 伏摸大帝之类的香火神奇更多些 可是在佛门 他们称呼你为加兰大菩萨 而且 近些年有将民间的祭祀 也往加兰菩萨那边引导的趋势 我之前还不了解情况 可将军你说你常常沉睡 看来 在你沉睡的时候 他们就在做这种尝试了 将军你醒过来 佛门塑像肯定有变化 他们肯定不可能干看着 会做点什么 关云长看上去相当沉静 僧侣 魏渊点了点头 因为某些原因 他对佛门的历史也有了解 道 是隋唐时候兴起的传说了 说天台山的寺庙里 有一位山僧打坐的时候 听到有人大喊着还我头来 那僧侣说 那厉鬼便是将军你 留下的传说是 那僧侣反问将军 将军觉得自己被斩首冤屈 那么将军过五官斩六将 杀了那么多人 他们的头又要向谁去取 然后将军就大彻大悟 拜那山僧为师 受持五戒 关某就皈依了 是 魏渊看向平静的关云长 感觉到他的契机 还是道 不但皈依 还给天台宗的和尚建寺庙 自称弟子 愿寿菩提 然后就成了寺庙护法神 和维陀菩萨一起并礼 他喝一杯酒 问道 将军 后悔吗 官云长突放声大笑 天下纷乱 九州军烈 曹孟德不仁 孙无自保 官某平易而起 欺定天下 光复汉室 纵然时事不成 死有余猎 其人是谁 区区一山中野僧 远离乱世 靠三寸之蛇 正得财物 安敢作弄于我 竟然还说 官某死后不甘 化作厉鬼 至于后悔 大丈夫生于天地 此生壮阔 无愧于心 又有什么后悔 他一双丹凤眼 稍稍睁开 道 道长且稍作 官某 去去就回 说着 提起旁边青龙掩月刀 就要出去 魏渊差一点被酒枪着 连忙抬手按住他 官云长看上去很冷静 而且大多时候都很冷静 后期无论武力还是谋略 都是天下无双 需要曹魏孙吴联手 但是他一旦动了杀心 张飞都拉不住他 说杀你 那就杀你 当年年轻时候 就是为了行侠仗义 杀了恶霸 然后才逃亡在外 当初完全没有考虑杀了怎么办 看着碍眼 杀了再说 官云长眸自微策 道长要拦官眸 魏渊摇头解释道 将军你才醒过来 还没能恢复过来 这一刀下去或许会又睡过去 现在还是得休养一下 他伸出手指了指那一柄青龙掩月刀 客气道 冤 借刀一用 魏渊伸手 斧着那一柄青龙掩月刀 这已经不再是普通的兵器 而是某种更高层次力量的汇聚 其中封存的刀翼属于官云长 官宇才醒来 甚至于说醒来都有些勉强 不管他巅峰有多强 现在亲自杀出去 不合适 魏渊并止站久 洒落刀锋 一股烈烈之气散发出来 道门真言 也就是御风 免去官云长真身出去 隔空把刀送去 屠城之类的暴虐行为 当然是错的 但是每逢乱世 总有人为了平定天下站出来 投身于战场 那些人很多死了 而哪怕能活下来的那些 也大多双手沾满血腥 他们的一生很难评判 但是魏渊总觉得 那些藏进深山敲目鱼的山僧 堂而皇之的评价说 那些为了加国驰骋于沙场的人 手上满是血腥 实在是犯了大罪 是对乱世中挺身而出者 最大的侮辱 不就是仗着那些人 没办法再站出来说话了吗 他突然想到了 大明开国帝王的一首诗 那位皇帝曾经是乞丐 又当过僧人 后来驱除达鲁 明明一开始甚至不认识字 可后来写的诗 却又气势磅礴 里面有一首 正能够回答 那天台宗的老和尚 魏渊轻声道 杀尽江南百万兵 腰间宝剑血犹星 山僧不识英雄汉 只顾小小问姓名 借刀一斩 青龙掩月刀破空而出 骑士烈烈 第0260章 斩断 天台宗 这里也是神舟佛门一支 源流极深 自创立以来 后世庶名祖师 不断将这一脉完善 也是英导佛门之祖 与真言宗并列而行 被称为平安两宗 后世又曾经在英导演化出日连宗 也是佛门大官 一直传承到先典 而这一门也并不是像净土宗那样只知道念经颂场 天台法华僧众 修行一生 但求真空妙有 因其真空 是以了无一念一尘 法界无相 万物一体 因其妙有 是以森罗万相 头头安立 缘起三千 法界无碍 无有一心 三观 万物皆由因缘而起 并无不变之理 此为观空 虽然万物皆空 却也都有其外相 外相不同 内理如一 此为观假 但是最终空与假 并无不同 此为观中 万物三观 归于一心 而三千世界 归于一心一念 就是一念三千 按照这一条道路 修行到了极致 就能够顿断三祸 缘正三智 那已经是菩萨佛陀的境界了 但是道理是这样的道理 不假 一代代人摸索出的道路 也就放在这里 明明白白的 又有几个人领悟的礼奥 能够立于人间一千多年的佛门流派 当然是有可取之处 可是 宝典虽然就在这里 后人虽多 不懂佛法 也是没用 老迈的僧人 放下了手里 有注解的佛经 外面能听到曹操杂杂的声音 从佛寺佛塔上 看到那些年轻的僧人们汇聚起来 他皱了皱眉 下了佛塔 拦住了其中一个僧人问 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年轻僧侣单手一礼 道 师叔祖 是加兰大菩萨的神像显灵了 加兰大菩萨 老僧愕然 那年轻僧侣 则是性冲冲地道 是啊 主持方丈把我们都叫过去 说要想办法唤醒加兰菩萨 让他能替我们镇压寺庙 现在灵气复苏 各种妖魔鬼怪太多了 听说之前净土宗的佛门净土 就给一只侯妖给大闹了一顿 我们现在心里都有些慌 如果能有加兰菩萨镇守 我们天台宗就可以放心了 还有哪个妖魔鬼怪赶上来 见到那年轻僧人得意洋洋 老僧问道 加兰菩萨是谁 年轻僧人愣了下 道 关羽关云长啊 他可是我们佛门护法神 肯定厉害 老僧摇头不言 看到那些年轻僧人 都匆匆跑到了加兰殿 老迈的僧人叹息 错了 都错了 是因为关云长厉害 才被引为佛门护法 而不是变成了佛门护法 所以厉害 前后因果都没能弄清楚 更不要说修行佛法 叩问本性本心 天台宗一心三观的法门 还能流传多久 可能只有那一个 去外面历练的小和尚 还有可能领悟吧 他心中突有疲惫 而众多年轻的僧众 汇聚在加兰殿外 齐齐念诵佛门经文 今日晚上 是有一个年轻沙迷 在给加兰殿的菩萨神像 上香点辣的时候 看到那原本 只是尼肃的神像 散发出淡淡佛光 而且有香火檀香味道 这可了不得 当时就回去 禀报主持方丈 那僧人立刻大喜 回去翻找了佛门典籍 好一会儿才出来 告诉周围的弟子们 这是加兰菩萨显灵 是菩萨看到 现在妖魔重现人间 这才主动现身出来 护持菩提 要他们立刻出来 送唱 大方广佛华言 京士主妙言品 迎菩萨下凡 众多僧人连夜诵经 都盘坐在地 最里面是几名中年僧人 只是可惜 虽然加兰菩萨为 列佛门两大护法尊神之一 但是竟没有祭祀的具体遗轨 勒眼翻找了一下典籍 似乎只有在远离中土的密宗 才有关于加兰菩萨的祭祀仪轨 倒是让人好生奇怪 一贯来说 中土的典籍要更丰富一些的 不过他也没有太过于在意这件小事 只当作是记录遗失了 伴随着佛经颂唱 加兰菩萨神像背后 佛光亮起 勒眼等僧众更是心中激动 突然 远处传来了一道低名 正念送到了莲华光明道场神 得菩提树下既然不动 而冲遍十方解脱门 妙光照耀道场神 得显示如来种种力解脱门 耳时竟庄严撞道场神 成佛威力 普观一切道场神众 天地一片光来 群僧念诵佛经的声音 戛然而止 而后 那一道光自天而下 众僧哪里还有先前的镇定从容 荒不迭往后面退去 伴随着光芒落下 整个青石地面直接咔嚓咔嚓尽数碎裂 而后满眼都是寒光 何方妖念 赶来我佛门圣地放肆 速速报上明来 泪眼定住心神 大喝一声 坐立士降魔状 群僧都慌乱 先前那读书老僧也出来了 手持缠障 满脸交集 旋即众人都看到有意 虚幻身影 立于迦兰庙前 虚空中似有人低难念诗 声音平淡 就像是撞击在山岩上的回声 竟然将那佛门 诵经声音压了下去 魏冤一缕神念 本来是打算借着这一刀 直接斩下 但是斩是斩了 竟然没能够把这一脉的所谓加兰妙气机破开 因为斩歪了 纳炳有两千年祭祀香火所化的青龙掩月刀 没有斩到迦兰庙前面 魏冤附着在刀身上 那一缕神念都忍不住叹了口气 伴随着低沉的刀铭 纳炳刀插在地的青龙掩月刀 竟然被人反手握住 缓缓抬起 刀铭低沉轻悦 沉静的脚步声 自山下而来 战袍之下 假夜摩擦发出了低沉而肃杀的声音 那眼没能听到回答 心中更是隐隐激怒 几步往前 而后身躯瞬间凝固 站在原地 动弹不得 先前魏冤以一刀附着神念 驱使狂风 弄得云雾聚集 又是秋天 夜色下兮兮丽丽 下起来小雨 身穿战袍铠甲的男人挟持战刀 步步上的山来 和魏冤擦肩而过 武侯辞里 魏冤的本体睁开眼睛 看到身前的关于神像消失 突然觉得头痛 又有种 果然会是这样的感慨 看着酒杯里的酒 苦笑一声 仰伯喝下去 不傲的话 那还是关羽吗 如果会被他劝住 那也就不是关云长了呀 自古猛将 必然刚而自今 何况天下无双 威震华下 二十四史书列传 也就只此一人 佛寺之上 阴云密布 雷霆低鸣 隐隐约约 雷光闪烁 仿佛有一头 苍青色巨龙 缓缓游动 露出灵爪 穿着铠甲的勇武将领 几乎像是从历史里面 活生生地走了出来 寺庙一片死寂 泪眼想要双手合十 但是手掌却颤颤巍巍地合不上 关于手中青龙眼月刀一转 呼啸披斩 眼眸只是稍微张开了一些 就有颇天的煞气杀鸡四散出来 肃杀 勇猛 仿佛两千年前的古代战场 重临大地 这佛门境地的佛中 当当当撞击不停 却早已不得清静 先前在佛塔中看佛经的老僧 脚尖一点 掠过极远距离 想要挡住这一招 但是当他看到这一刀的时候 心底森寒 知道自己绝对挡不下来 面色苍白 心丧弱死 突然风雷起指 那一刀就稳稳地停在自己眉心之前 没有斩落下来 留守了 老僧正正出神 却见身前将领挟持兵刃 双眸半脸着 脉步从自己身旁走过 根本不曾直视 没有说话 但是那种根本不屑于取你性命的感觉 却迎面而来 一则不斩合自身无怨无仇之人 二来 也不屑自意杀戮 他要还一刀的 不是这僧人 关云长看着身前佛似佛塔 眼眸威章 而后 手中青龙眼月斩下 佛似佛中 重重一声巨响 而后归于寂灭 卫渊喝了两盏酒 也学着古人曼悠悠用火法去温酒 这一次 是酒还没能温了 这边就已经出现一道身影 正是刚刚顺势跟着过去的关云长 后者聊起战袍坐下 卫渊把酒递过去 关云养伯喝下 卫渊没有问他 为什么还是跟着过去了 想了想 只是问道 将军这次去 如何 关云长淡淡道 他说 关某皈依佛门 坐了嘉兰 关某便把他天台宗的香火和祭祀 斩了一半下来 他望向前面那曾经相熟的病弱道人 最后慢慢饮酒 神色缓和 没有了那些锋芒碧露 叹道 故人重逢 原是欣喜之事 何况还有好酒 兴慎 他喝了酒 身躯却慢慢变淡 刚刚速醒就出手 而且还是直接斩了一扇的气韵 让他也不得不再度陷入沉睡 卫渊觉得无可奈何 却又突地失效 觉得只有这样 这些认识的人才会给他更多的熟悉感觉 觉得你我都一样 一如当年那样鲜明 他道 关将军 你起好好睡一会儿 对了 卫渊似乎想起了什么 微笑补充道 二十多天以后 我可能会去重新立下宗门 到时候有一次讲道 关将军你到时候 要不要来凑凑热闹 我在那给你留个位置 定然 赴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